真感动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观世音菩萨的牵手 代表着菩萨慈心悲愿的行动力 而菩萨每只手中的眼 则象征着菩萨睿智的洞察力 我们应该丰富自己修行的内容 召见本心 以拥有如观世音菩萨一样的牵手牵眼 饶意友情 若菩萨掌握住了大悲心 就能摄取一切佛法 如在掌中 由此可见 扩展悲心的重要性 发展我们的无私与慈悲 真诚地服务一切众生 才是我们生命的存在意义 若我们以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我们将成为苦命流浪儿 就是在烦恼与生死之中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若我们需求解脱 得大自在 就应该以慈悲为父 拨热为母 才能得度生死之流 登上快乐的彼岸 傲慢 自我的心态与执着 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敌人 唯有将心扩展至一切众生时 才是我们快乐的全员 学习扩展对众生的慈爱 让自己能够无私地爱一切众生 无私的爱 并不是俗世的执着 所以我们必须要实时反省自己 解释自心的爱 是否符合真正的慈悲 将我们的悲心不断地扩大 从一个人到一切人 从一个国家到一切国家 从一个生命到一切生命 这就是学习承担宇宙大责任 当我们学习扩大慈悲的力量时 其实已经跟诸佛菩萨相互感应 也已经被列为诸佛的法王子 已经实时不离诸佛的眷顾和体系了 放下自私 自我的心念 培养无私的爱与慈悲 就是佛教最终极的修行 无我的慈悲 是卑质双容的圆满表现 它才是我们心灵的一指处 试着以平等的心态 对待一切生命 表达光爱和善意 让自己时时刻刻 培养无私 无我 不偏意的慈悲心 就像在种植之前 都要先行整地 平淡的慈悲心 就是我们人生快乐的基石 很多人都会问说 佛教的修行是什么 佛教的修行 就是培养慈爱众生的能力而已 我们日常生活中 都要以慈悲为动机 哪怕只是一间扫地 倒水等微小的事情 或只是向佛陀共乡 共灯等平常举动 都要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 实践华言经中的净行品 实时为众生发愿和助导 将有助于我们心智的成长 当我们慈悲领爱一切众生时 每个人看见我们 都会很自然地 想与我们亲近 我们腰平淡慈怜一切众生 我们腰平淡慈怜一切众生 能以无私平等的慈悲心作为动机 读诵大圣经典 祈愿文 或修持真言秘咒 乃至精进的禅修 这些法门都将成为 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 净除我们身心中 累结的障碍与恶业 并且还能直接或间接地利益众生 拥有慈悲心的人 连呼吸都充满慈悲的气息 无时无刻 都是慈心变满 利益众生 休息慈悲与奉献 不是仅限于宗教生活 在我们所处的每一个角落 无论家庭 学校或职场 都应使见慈爱的行为 慈悲 除了对于世俗生活 有所利益 对心理 生理的健康 也有很大的帮助 观修慈悲心的法门 能够带给我们 内在的力量与喜悦 也能让我们感觉到存活的意义 生活要有意义 是指活得有用 为人所用 真诚地帮助他人 服务众生 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当内心充满慈悲的力量时 即使遇到困难与逆境 也会转化 也会转化这些负面力量 使他们朝向正面和光明 生活的目的 就是为了散播慈悲 以及佛陀的法音 活着就是为了修行 就是为了推动道德良知 以及佛陀正法 这才是生活的目的 也是一种责任 不要再自私地为自己而活 应该学着为他人的福祉而活 不管我们从事慈善 故声 诗诗 推广素食等质也 都是在供养十方一切诸佛 只有帮助苦难的众生 离苦得乐 得大解脱 才能够令佛欢喜 圆满诸佛的慈心悲愿 佛陀佛以无私的大慈悲心 征服了我们 征服了世界 由此可见 能够掌控自己的心 也就能够掌控全世界 佛陀佛已经为我们一切众生 引导出一切特效药方 用于解决世界 以及人类的问题 这铁药方 这铁药方是什么呢 就是绝对的慈悲 佛陀佛曾经说过 若有人能够真实利益众生 服务众生 就是真正的供养诸佛 代佛洪化 作为三宝弟子 必须对自己严格 并要有厌离烦恼 与轮回的出离心 绝对的慈悲 是人类社会和平 相处的基石 能化解人与人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与冲突 也能增进生命之间的互助 善良和光明面 佛陀的堂弟 提婆大多 一直处心积虑 想要杀害佛陀 一次提婆大多 生病了 佛陀依然前往探望 并且佛陀 以他的威德之力 让提婆大多的病情 马上好转 提婆大多的病好了之后 仍然继续陷害佛陀 但佛陀仍然继续 慈爱提婆大多 这样的无私和慈悲 就是我们要向佛陀 学习的慈爱啊 观世音菩萨 为能力众生 而视线的不可思议地牵手牵眼 并以种种善巧方便 救度众生 菩萨时时刻刻 都是想念着众生的苦 不舍众生受无量苦 因此 菩萨恒常 不离开利益众生的大慈悲心 心心念念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而油画人间 我们要学习 观世音菩萨的心 尽心尽力地帮助众生 利益友情 对待一切众生 就要有一颗真实无味的慈悲心 作为佛教徒 从今日起 就应该要开始有所改变 什么改变呢 要以慈悲与忍辱 克服一切 不能再以暴至暴 以肩至肩 要依循真理来做事 以真理来感动他人 当我们认知到轮回痛苦的时候 要想到一切如母友情 此时此刻 也深陷在生死轮回的大海之中 因此 对他们生起一颗 无味的慈悲心 发心救度 无私的慈悲心 就像一双带领我们 自由飞翔的美丽翅膀 我们修学佛法 应该要保有四种心 第一 信心 就是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 第二 因果心 相信因果的必然心 诸恶莫作 正善奉行 第三 疏离心 就是对生死轮回 贪嗔等烦恼 生起艳离感 第四 慈悲心 具备这四心 就活在光明睿智的璀璨生命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的阳光 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岩浦乡的屏东岩浦滬狠牲园 隶属于海淘法师置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856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万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严普护生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 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希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树底 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陈智底邀请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 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季得以共同实践佛陀 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话播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护名 台湾救狗协会 圣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共佛摘天祈福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1月31号星期五上午9点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地址云林县湖伟镇新南里主委63号 联统电话 联统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上午8点 上午8点于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传授八观灾解 护生 点灯 购水 祭慈悲诗时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2月23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礼拜慈悲三杯水菜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地址云林县湖伟镇新南里主委63号 上午8点于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日期2月24号星期一 上午10点 恭送药师经超度法会 下午恭送地藏经 点灯 供水 护生 祭慈悲诗时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护生园 联络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福萨大德 阿弥陀佛 佛法 注释 庚子年 联谈佛 罗华 绕 熏香 法音 患败 传 十方 念佛 持咒 正 念住 共灯 照破 千年案 施素 放生 庞生乐 甘露 法时 苦去托 挥动 经翻 广常神 转动 经轮 骗法界 正知 除灭 万年鱼 盲闲 不离 菩提心 顺利 不断 增上缘 新的一年 新助 正法 破除 烦恼 菩提 信愿 勇猛 精进 数一 数二 非你 莫俗 祝愿 大家 家门 集庆 六时 顺心 日日 如意 月月 吉祥 年年 平安 三宝 护念 上师 射寿 护法 拥护 活光 铸造 法喜 充满 福慧 圆满 找证 菩提 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